再的強調 對於大家增加工作的負擔 這樣一時的辛勞 也感到也歉意 那也表示我的感謝 看到公所基層人員仁瑪帆 陳時中第一時間 代替擴大急難紓困的中央 說抱歉 因為不同工作類別 能申請的民眾太多 大家一窩蜂往公所沖 各地陷入紓困之亂 有兩個月的時間 可以來做這個事情 當然我知道 需要紓困的民眾 心裡當然是很急 要大家不要急 慢慢來 但網友哪聽得進去 灌爆衛福部臉書 說明明寫的是中文 但完全看不懂 甚至還有繞口令 三萬爽爽發 一萬查身家 乾脆全名牌付發三萬 有人提出質疑 娃娃機業者如何舉證 賣玉蘭花的 難道必須減負 進貨證明才行嗎 我不用去舉說 我去年4月15號 4月13號 然後又舉了10天的牌 今年我只舉了 這一次的牌 不需要這樣子 從快認定 簡述拒絕即可 在此之前 不只民眾 姆薩薩 前一天記者會上 阿中部長直接算公事 給大家看 也頻頻搖頭 這很困難 這很困難 你們都聽不清楚了 更不要講別人 會後記者追問 部長耐心解釋 就是為了要全面 hold住疫情 但又是算數 又是致歉 看來為了全民紓困 阿中部長真的身心俱疲 記者盧依宏林佩傑 台北採訪報導 阿中部長 阿中部長